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最近一年多半年多 总有新来的朋友看我的节目 第一 第二 是有些五毛 新来的五毛 新来的五毛就是妈接了 他不管别的了 妈接就拍拍屁股走了 就这么到点上班 你新来的五毛啊 他特点可逗了 到某一个时间点 哗哗哗哗全来了 然后大概干了半个小时吧 哗哗哗全走了 人家时间性挺强的 那可不是吗 按小时给钱的话 这事儿是得注重点 咱这劳力好歹也是个人了 那你不能拿咱们白使活呀 这个完全能理解 而在五毛当中呢 常有一句话 这个这是常说的 说多少年了 石涛你唯恐天下不乱 没有了共产党中国会乱 石涛你唯恐天下不乱 你高抬我了 我没那么大本事 我没我没那么大本事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石涛的一张嘴 能把今天共产党给就给说乱了 你说共产党 我先说了 我没那么大本事 第二说共产党多么的弱无惊风啊 是一个完全崩溃的场面 对不对 其实在前一段这个防火墙 国内封锁非常严密的时候 我忘了我在什么节目当中环境下 说的没话 二十五年前 一九八九年 柏林墙倒塌 柏林墙倒塌在一连串的误解和不负责任的瞬间中 当时现场的兵和官打电话给他们的上司 面对这个东柏林的人冲向柏林墙的闸口的那一个时候 这个当时现场的军官 找不着他的上级军官 找不着命令 找不着发命令的人 而他自己想了想说 算了吧 就完了 柏林墙就这么塌 就塌了 就塌了 大家要明白 就塌了 永远没了 成为了今天世界人民纪念 共产党在欧洲崩溃的 一个纪念屋 共产党的墙 今天的防火墙建立的越高 也表明它的越脆弱 大家想过没有 原来这个几年前 在北美的东北部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 其实到现在没找明原因 有说是因为加拿大的这个大瀑布 Nagrofo的这个核电厂当时调查 他一调查 引发了整个 加拿这个北美东北部的各个局域的那种电网 就一个一个超负荷都崩了 最后停电 大家想过没有 当中共的防火墙 在网络上的防火墙 越建越高 越建越坚固的时候 就是它崩溃的瞬间 当有一天 某一个人打了个格 放了个屁 他忘了摁了哪个钮 这个墙瞬间就整体不起作用 如果防火墙在那一瞬间 六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修不起来的时候 共产党就崩了 当人们知道真相的时候 也就最自然的崩了 什么样的真相 人性的尊严 我们每一个人 中国人的灵魂的尊严 所以刚才说 没有共产党 中国就会乱 你在侮辱你自己 做人的基本尊严 今天的社会环境 我还是讲那话 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 灵魂重新复苏 灵魂重新懂得 尊重自己的过程 为什么 因为今天有着更高的力量 背后在起作用 包括人中纪委后的 我跟大家讲过 一定有高人 而今天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个香港媒体说的 文章题目这么讲 这是东方日报的一篇评论 他说中纪委里有高人 每一刀都捅在要害上 这是他说的 不是我说的 中纪委网站发表文章警告 有些人在党内藏得很深 不单单是贪财 而是结党营私 拉帮结派 周永康被干掉 郭伯雄被干掉 徐才厚被干掉 薄熙来被干掉 苏荣被干掉 令计划被干掉 然后他说 有些人在党内藏得很深 这是谁 对不对 因为前面有垫背的 那如果这话说对了 那咱们节目当中 用谣言的方式 早跟大家说对了 对不对 我早说过 周永康是只死老虎 踩着他后脊娘上台阶 他根本不算 1989年江泽民去 在曾庆红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城 接了这个 就是把赵子洋弄下去之后 大家所有人都说这是上海帮 对吧 1998年 全国上下发大水 他是在1997年邓小平死后 那江泽民干掉了陈希同的北京帮 明确上海帮确立 那上海帮确立之后 江泽民在1998年第一次视察北京城 来表明自己的权力巩固 所以非常奇怪的是 全国上下逢江发大水 那叫上海帮获胜 拉帮结派 结党因私 这就是他最大的罪恶 而他紧接着提到的问题是 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 严重危害党的领导和团结统一 分裂党中央 对吧 这是分裂的 那这里的关键问题 把腐败问题跟政治问题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非常迎合了 我们节目当中说的很清楚 江泽民最狠的一点就是 把贪婪欲望 放纵的欲望 作为他统治的基础 渗透到他整个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纪律肩架结构里面 点缀在每一个人身上 那这样的罪名 就是共产党不合法性 那在这篇文章里说的就更绝了 他直接讲 这就是说 这些人要谋权篡政 江泽民周永康 图谋政变 这个罪名就要拿出来了 我们在节目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我说原来他反腐都是个人的罪 贪腐的罪 到了周永康那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明明他有政变之嫌 为什么不提这个罪 因为真正操控政变的不是他 是江泽民 曾庆红 真正要杀掉习近平 王岐山 李克强的是江泽民 曾庆红 在这一点上 周永康就是个牢牢 周永康就是个牢牢 杀人拿钱的主 薄熙来是他们后来的主 对吧 后来的主 这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文章讲 这些人不彻底打掉第五代 无以为安也 什么意思 江泽民 曾庆红 周永康 薄熙来 他们真正的概念 是要杀掉习近平 王岐山 李克强 反腐斗争 必牵扯到更深处 牵扯到更大 更多 更恶的老虎 反贪腐的困难会越来越大 中纪委透出这个信息 证明 一直在盛传的 已被拿下的这些 大老虎背后 将直接牵扯到 江泽民这些 封层之巅 这个香港人竟拽着词 封层之巅 什么封层之巅呢 今天是除魔斩腰的年代 不除魔不斩腰 必被妖魔祸乱 那前两天同时另外一个消息 很特别的 张海洋等四名上将 同时转入中共人大任职 中共新华社的27号的消息 2014年退下的 政大军区领导岗位的 四名中共军方上将 张海洋 刘成军 李长才 刘晓江 均获得中共人大专门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的职位 也就是说 这四名上将进入了人大 一些专门部门任职 这四个人大里面张海洋 是传统的太子党 正宗的红二代 刘晓江 是胡耀邦的女婿 那这样的太子党进入人大 他们的原来的官职 是军队当中的上将 干嘛去了 为了架空 张德将 玩死 张德将 这是非常明确的信号 非常明确的信号 所以今天我刚才说了 给我的感觉 后面的故事 是要一槽烂 连锅端 2015年1月份 中纪委的五中全会的开会 是绝不寻常 习近平坐镇中央 后面站着12个上将 故意把总参和总政的人 打出排除掉主会场的位置 面对全国33个分会场 习近平讲了一番要进行反腐到底 开工没有回头见的话 今天的布局是要兑现 他在中纪委五中全会的这一番表态 这一番誓约 连锅端 可能是我们将看到的场面 谁的锅 江泽民的锅 上海滩的锅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欢迎订阅 Stitc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